昨天晚上我正睡觉的时候 看见咱们国家的这个陆基中段拦截实验取得了成功 什么是陆基中段拦截呢 陆基就是从地面上面去发射 中段就是指被拦截的这个东西正飞行在大气层以外 那拦截的东西是啥呢 一般就是弹道导弹 一枚弹道导弹的飞行轨迹一般分为主动段 自由飞行段和载入段 中间的这部分自由飞行段也就是中段 这个时候导弹的发动机它已经关机了 靠惯性在大气层以外飞行 所以这个轨迹是比较容易预测的 又没有空气的干扰 所以就相对容易拦截 注意只是相对容易 首先你得对目标进行精确的测量 算出它的轨迹来 然后引导拦截弹飞过去 这就要求有一个非常巨大而且精确的探测网 而且这个时候拦截弹和目标的相对速度 能够达到十几公里每秒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也是因为速度很快 一般的防空弹上面用的这个隐性就没有办法用了 所以说战斗部 它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裂开 所以干脆它就不要战斗部了 一般都是直接去撞 这种拦截弹的命中精度都是厘米级别的 对控制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早上还有个哥们儿被儿逗 说这个东西咱们怎么这么晚才实验成功呢 我觉得这就不晚了 你要知道漂亮国的首次陆基中段拦截实验成功是在2014年 而真的拦下弹道导弹是在2017年 所以咱们差的并不远 而且越来越近 这回你明白了吗 点赞加关注就可以下课了